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起关掉了 它的Sploidable这里面就有21段口就开放了,没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模块来扫一下你的APP的版本 当然这些用NMAP也都可以扫 版本 show option set rhost 1.168.1.122 然后端口是RGE 然后使用匿名Anonymous登录 好,直接转 好,就获取了你的版本信息 因为这个不是要登录 只是获取你的版本信息 直接拿到一个banner就够了 我直接跟你建立了21段口 建立的连接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可以知道你用的是VSFDD2.3.4 然后下一步我可以尝试用Anonymous 看看你是否支持Anonymous应用登录 可以利用下一个模块 可以利用下一个模块 它是支持这个匿名登录 支持匿名登录 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匿名去登录 看能够下载访问哪些个信息 如果说不能匿名登录的话 那你就要利用这个模块来进行密码破解 然后也是要指定一个密码文件 然后指定一个用户文件等等 这些我就不给大家再做更多一些什么 然后set 目标 然后指定这么几个值就OK了 然后剩下就暴力破解 和这个Header 美都斯做的事情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解释了 那么这里再多说一句 就是我们刚才检测出来的这个版本信息 你看VSFDD2.3.4 到这里呢 其实就关于这个信息收集相关使用的模块 我就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了 就不更多的去介绍了 然后我们获取这些信息之后 要下一步怎么去这个 你获取了版本信息 你下一步怎么去发现它的漏洞 那么其实我们在MSF里面 这是下一个小节 下一次课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就search一下 你刚才已经发现了FTP用的是2.3.4的版本 那么你可以search一下2.3.4 看这个VSFTP2.3.4 那么它有一个这个后门 命令执行这么一个漏洞 而且这个rank是一个excellent 那么你通过扫描信息收集 收集到的这个版本信息 然后同样还在MSF里面 去根据关键字再去搜索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版本 当前这个软件 这个版本 它是有一个后门可以利用的 那么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漏洞 去直接登录到目标系统上 对目标系统直接就控制了 所以这是下一个小节 我要给大家介绍 那么在这小节呢 只是给大家先提一下 给下一个小节留个影子 然后下一条节 我们再去具体怎么去利用 好 那么我还是在结束本小节之前 我还是要去 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个Auxiliary 这个模块里面 尤其scanner下 有400多个这个scanner 400多个这个具体的模块 它可以搜集大量的服务的 大量的信息 无论是说密码科解 还是说版本 这个信息收集 等等等等 它有这个400多个这个模块 大家尽量的多去尝试一下 当然你这个 不想把400多个全都尝试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需要 用到哪个去这个尝试哪个 那么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个 渗透测试呢 是一个实操性 非常要求实操性的 怎么样一个这个技术领域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去练 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技术能力提升上来 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渗透测试人员 好 那么这一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小节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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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